今早八点半左右 位于槟城丹荣乌亚拉曼学院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 工友们如常施工 却没料到遇上严重土崩 山泥从十米高的斜坡轰然倾泻 由于事发突然 十四人被埋在泥宁下 他们包括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和罗辛亚外劳 以及一名27岁的本地华裔青年 他是刚从拉曼大学学院毕业的工程师 是家中的独生子 其中一名工友透露 事发当时就连工地的铁支也倒了下来 槟城局大约九点接获投报后 出动各分局的槟城人员和搜救权 赶到现场展开搜救工作 大约十点 搜救队伍先后救出其中两人 但相信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下午1点左右 所救队伍再抬出另一名遇难者 所救人员随后证实 三名遇难者分别是两名孟加拉外劳 以及一名罗辛亚外劳 新有余计的目击公有艺术 在生死关头的那一刻 发生在短短一分钟的瞬间 关于引发土崩的原因 还有待当局确认 但能确定的是 当地这几天感叹无语 因此和下雨导致土崩没有关系 NTV7综合报道